欢迎点击有声角关注,阅读效果更佳。菊花茶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茶饮,也受到很多人的喜好。菊花茶放久了如果不变味,不发眉,不凝结,不漱潮就可以冲泡。 若是菊花特别是供菊在冲泡后有可能变成绿色,属于正常现象,尽管放心饮用。 但是,菊花茶并非人人都适合,在饮用菊花茶之前,应该要先了解了解自己,是否能喝菊花茶,这样才能够养生保健。 泡饮菊花茶时,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,每次放上四五粒,再用沸水冲泡二到三分钟即可。 在水吸发尘开时,可看到茶水渐渐变成微黄色,每次喝时,不要一次喝完,要留下三分之一杯的茶水。 再行续水,泡上片刻,然后再喝,饮菊花茶时,可在茶杯中放入几颗冰糖,这样,喝起来味更干。 饮菊花茶其实不用加其他茶叶,只将肝脏后的菊花泡水或煮来喝即可。 菊花茶的功效和作用功效一,美容养盐,喝菊花茶能够有效地增加人体的新陈代谢,排出体内多余的排泄物和废弃物,能够有效地保护皮肤清洁,同时也能够起到湿润皮肤的作用。 女性朋友经常喝可以起到美容养盐的效果,功效二保护势力,菊花中含有这一种物质维生素A, 这种维生素A有着保护眼睛的作用,所以为眼睛出现干涩,肿痛或者是痛痒症状的时候, 泡一杯菊花茶喝可以有效地缓解眼部问题,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预防一些眼病。 比如说红盐等,功效三,降血压,菊花具有降血压,消除癌细胞,扩展冠状动脉和抑郡的作用, 长期饮用能增加人体概质,调节心肌功能,较低胆固醇,适合中老年人和预防流行性结膜炎式应用。 功效四,清热去火,菊花的一种特征就是微寒,而且生殖一口的话,会感觉到非常苦,所以在这炎热的夏天你上火了。 这时候用菊花泡一杯菊花茶喝,又助于你清热去火,因为菊花茶有着舒散风热与清热解毒的效果。 功效五,补肝,清肝,菊花茶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,同时还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,预防关心病等等。 如果菊花和冰糖一起浸泡之后,还能够起到抗菌、抗癌的作用,菊花可以和冰糖一起浸泡,也可以用水煎服或者是直接用它水浸泡,能够有效预防多种细菌,增强身体抗病能力。 这六类人不要喝菊花茶,过敏体质者,如果喝了菊花而引起皮肤疯疼羊等过敏现象,那么也不宜饮用。 二体是偏寒者,为害怕了,脾胃虚弱,气血不足,也尿瓶多的人,即使夏季又上火的表现,菊花性寒,也不宜多饮。 三,孕妇,菊花性寒,有清热吃火至孝,如果孕妇脾胃虚弱, 体质较差,则不宜饮用菊花,因菊花容易刺激肠胃,引起腹痛,腹泻等症状,不利于胎儿的健康。 四,疯寒感冒者,疯寒感冒者多是因为着涼引起的,而菊花的属性决定此种感冒患者不宜用。 五,多汗之人,菊花本为风热节表较,有一定发汗作用,对于浸虚,阳虚,表虚,本来就侧理疏松容易出汗者不宜。 六,老人及儿童,因为菊花可以降血压,降低胆固醇,所以很多人认为,老人下期使用并无大碍,但老人消化功能减退,脾胃较胃虚弱,喝菊花茶有引起胃痛,腹性等肠胃疾病的可能性。 老人虚慎重,小孩处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,阳气正当时,喝菊花柴有缺减阳气之效,除非风热外感,也不宜多饮。 感谢大家的阅读,最后别忘了右上角关注,每天都会与你分享最新健康要生小妙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